你好,欢迎收看9月3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夏佳慧 首先带你来看到30号上午,在建设处土木科长、首峰乡长以及各村村长的陪同下 县长徐振卫进行了12处地点,路面改善树西湖河堤护兰193县道的实地会刊 并了解在地建设基础的需求 县长徐振卫30号上午,来到首峰各村落进行基础建设的会刊 各村村长也提出了各项的维修工程,希望县府建设处能够给予协助 各村村长所提出的各项基础建设 县长徐振卫也指示建设处人员加以降加记录 并且进行改善方式以及解决的办法 县长也表示,道路的改善提供用路人更好的使用空间 并且也请民众能够配合在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 今天跟乡长还有我们各村的村长来会刊我们受封乡的这个我们的乡亲 长久以来反映的一些,无论是这个道路桥梁或者是我们的农路的部分 那今天真伟和村长以及我们的这个乡亲都一一来会刊 那也听取乡亲的这个意见还有未来的如何规划施作的部分 那在这里我们也希望花莲是一个让大家能够安心来居住最适宜人居的地方 那当然交通安全的考量是第一要务 我们希望把路面这个有关于对于比较危险的路段的部分都优先来改善 那对于桥梁的部分我们这几年也改善了相当多的桥梁 那在193的部分我们这几年大概有三四座的桥梁陆陆续又已经重建 那今天也有一座桥梁也来做大概在这个月十月份就会开始来施作 那到时候如果施作期间那请这个出入的乡亲能够注意 从这个替代道路来行驶 十二处的会看地点各村村长也详加了解说明之后 花莲县政府建设处也详加记录入案 未来也将会进行AC路面的改善以及铺设 而野西的排红功能将会进行补强 记者林杰受风箱采访报道